Hello,我是陳思靜,Margaret 我是一個很喜歡跑步的人 但其實我以前是一個完全不做運動的人 中學時期,如果要我跑步的話 我會想很多不同的藉口 不跑就不行 但自從我上了跑步之後 我就發覺原來跑步是一個非常開心的事 但我第一次跑步很有趣 因為我很害羞 我就說,不如躲在一個沒那麼多人的地方 我試試自己跑一下 跑到那裡大概是50米左右 我就覺得,不行了,很氣喘 我就說,不行了,我已經很累了,我要回去了 只是50米而已 後來就說,不如我進去運動場裡跑吧 最初跑100米,覺得很熟悉 跟其他公公婆婆一起慢慢繞圈走 走到氣順了才開始跑回 然後就發覺原來這樣可以每天加一點,每天加一點 去到自己是可以連續跑一個圈都不停的 從初始跑到50米到現在可以夠膽挑戰全馬 其實過程都不容易的 但是後來發覺是有方法的 並不是說每天多跑一點,等於可以應付到一個全馬 42.195公里 當中要克服很多東西 包括我要花很多時間練習 我可能要推出某些跟朋友的飯局 推出某些其他的興趣 而專心去練習跑步 其實我一直都有在香港電台主持節目 過往有主持音樂節目 一些娛樂節目 甚至是一些跟資訊科技有關的節目都有試過 然後剛剛前一陣子 監製就問我 有一個小時的節目時間 有沒有興趣 如果讓你做的時候 你會做什麼的主題 給我選擇 我當然是選擇自己最熟悉、最喜歡的主題 二話不說就是講跑步 因為我很希望透過這個節目 可以令到更多的朋友參與跑步 可以跑得更健康 和可以活出更加快樂的人生 我覺得是很有意思 之前我去過台北跑過三次半馬 另外去過東京和名古屋跑全馬 幸好我竟然第一次報東京馬拉松就已經抽到 另外就是去年三月跑了名古屋馬拉松 都是很多女生很希望跑的一個賽事 在跑步過程當中因為很辛苦 一方面你說 如何去克服我這些辛苦 另一方面的自己是會鼓勵繼續下去 以及會記起一些金句 經常有一句就是 沒有奇蹟只有累積 這一刻可以跑得上這個跑道 並不是這一刻我很想跑 我就走去跑 一定是累積了很多個月 甚至很多年的練習 才可以有膽量 有能力站在起跑線上 所以在過程當中不斷和自己說 你跑到這一刻是不容易的 無論最後的成績是怎樣 時間是怎樣都好 你都是對自己的交代 就是這樣做了 就這樣做了 就這樣做了 你是不是缺乏 我看見你了 我看見你了 但是我看見你了 我看見你了 我看見你了 你為什麼要看見你 我看見你了